大家好,我是道克军,啊,我也来了,昨天我逃课了,然后我昨天为什么逃课,昨天听,啊,听了两个,就听了SE和听了Unity的,然后听了非常非常久,然后实在也没时间整理了,花了我大概五六个小时吧,然后去看他们的transcript,嗯,SE的话,我是听他们,然后Unity的话,我是看他们transcript,非常非常长啊,然后看完之后的话, 也没时间整理,今天的话就来和大家说一下,本来我今天不想,啊,就直接想聊那家公司,然后不想聊比特比,然后我一看,我想还是来聊一下,因为我怕有些叫我们心态受不了,好吗,那我怎么会发觉呢,就,啊,首先这边crypto,然后这个博主,就我和大家推荐过两次,我说,我看他今天发出来的一个视频的时候,三个小时前视频,我看他今天发出来的视频,有那么多,起码有将近要百分之五的一个点下赞的一个量,我就知道是太不对了,我就知道很多散户的心态奔了, 所以我说我,我挺佩服他,你为什么佩服他,因为一个,我说很多时候我聊股票,我聊基本面,我都有时候,我更是觉得有时候我聊基本面,我都觉得我聊的有点心累,因为我觉得我是没办,很多时候我是没办法,我把我自己的对,对一些个股的一些convection,给,给,给带,给灌输给大家,不是说我要把正确的东西灌输给大家,只是说我把我的观点想灌输给大家,这是非常难的一些事情, 而个股是有基本面,有财报去支持的,对吧,就起码好在在一季度里面,很多所有的公司,基本上我聊过所有的一些公司,他第一份第一季度的财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,不是说meat estimate,就是beat estimate,对吧,基本上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一家公司是missed estimate,但是区块链就不一样了,比特币和以太坊就不一样了,比特币以太坊的基本面是非常非常难讲清楚,特别你要讲这东西,你还要去讲 他的一个历史,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试着去讲,试着去讲Garry Gansler,他讲区块链的那十几节mit的一个公开课,我只能挑几节出来讲,因为我觉得我讲讲,我其实我觉得我讲了多了之后,很多时候比较枯燥的,因为枯燥那些东西,很多小伙伴可能就越难接受,这其实也就表明了,这背后你要去真正去了解区块链,了解比特币,了解以太坊,这背后这条路真,这背后那条路是要花时间下去的,这没有那么简单的,所以我非常佩服他,我说他仅仅凭他,他因为他很多时候就去了解一些 消息面,然后去从一些商,相对来说,从一些消息面和技术面上来给大家来报写几档,我觉得挺佩服他,然后今天我看他,就从这个,从这个数据来上,我就看到,我估计他下面这些伙伴可能就支持不住了,因为实在是跌的太厉害了,那么就,当初涨了30%,涨了40%,大家说的再好,啊,大家共同进行牛市,没关,没关系,涨30%,40%的时候,大家心脏都非常好,觉得,没关系,我已经做好了比特币,我已经做好了区块链,下跌50%,下跌60%,甚至下跌90%,那个决定, 真的到下跌的时候,现在下跌30%,40%就开始慌了,对吧,啊,所以我是这样,我给大家,我给大家两个建议,如果现在手里还持有的话,我给大家两个建议,第一个建议的话,这现在一定是,啊,第一个建议就是,尽量是规避啊,周围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噪音,那些噪音,那些,比如说哪些东西主义噪音的,就是那些,在不了解什么是区块链,根本就不了解,比如说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proof of work,什么是proof of state,或者根本就不了解,为什么以太坊要从proof of work, 到proof of state,那些人,然后告诉你说,哎,我觉得整个区块链,整个加密货币,它就是一个泡沫,我觉得以太坊就是泡沫,很多人会攻击比特币,是因为比特币听了比较多,很多人不会攻击以太坊,是因为以太坊攻击的比较少,但你看有多少人攻击以太坊,没办法攻击,根本不了解以太坊,怎么,只能告诉你,整个区块链就是一个,就是一个泡沫,那些声音完全是要规避掉的,那什么样的声音你是需要听的呢,包括在推特上那些,那些大佬啊,就告诉你,你一定要hold的,你一定要hold的, 你一定要长持比特币,你一定要长持以太坊,然后长持加密货币,不要卖,不要卖,那些其实也是噪音,不要,那些声音也不要去听,就,让,告诉你这是一个,这是一个,就告诉你这是一个骗局的那些声音也不要听,然后让你去长持那些声音也不要听,那些都是噪音,好吧,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的话就是,两种方法,第一种是,现在就先止损出局,止损出局之后, 然后永远以后不要来喷币,永远以后不要去喷币权,这是最,是最简单的方法,即使现在亏损比较多的话,就当做学习完之后,永远不要喷,第二种方法就是,趁现在这段时间,抓紧去给自己补下课,抓紧去了解一下以特币,抓紧去了解一下币太坊,也了解一下以太坊,有很多外国的博主,有,有,上次有小伙伴和我推荐的一个,另外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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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in Bureau,对吗,那,那个,那个博主的话也是讲得非常好,一个外国的博主,他是,他基本上是讲科普的,讲区块链的科普,我就得听啊, 去抓紧时间去学习一下,去学习什么是defi,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一些事情,好吧,啊,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,我先,我先待会再说两家公司财报,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彭老师的一个推荐,他说,他说,why is it so hard for someone to celebrate others when they are happy and sympathize when others are when they are depressed,啊,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,啊,啊,就去,在别人开心的时候,去和别人一起开心,但是在别人难受的时候,是去同情别人,为什么这件事情,对于有, 某些人来说,或者对于三文,对于个别人来说,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难,因为他说,know that you don't really gain by being the opposite,就是他要你要知道的话,你站在另一边的话,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处,啊,我觉得我们彭老师可能心态也不能,我觉得这就是,我也不是非常理解,就很多时候,啊,就好比我昨天,其实也是一样,我早天,啊,我发了一条,啊,我发了,我发,就我发了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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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做,做了一个,问卷调查,因为,啊, 我就,我问大家,我想问大家,我说这,在这个财报集里面,大家听了多少个财,多少个财报会议吗,然后我,我为什么想发这一个,这,这一个,就我为什么想发这一个,因为我想了解一下,到底有多少小伙伴,其实,以前从来是不听,啊,一些财报会议的,啊,就,哎,从来是不听财报会议,因为如果听的人不多的话,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的话,就更加有意义了,因为能够更多的去帮大家了解一些,起码在财报里面,你是看不到的,你是听不到的一些消息,对吧, 但是就非常奇怪,就有很,就有个别的一些,一些,一些声音,就会告诉你,听财报会议有啥用啊,听财报会议,你个股,个股不是还是跌吗,我,我也是,我是难,我难以理解,我真的难以理解,就,哎,有时候,我想想也是算了,就,我就,我,就,其实我知道,就,为什么有一些博主,啊,会情绪比较低落, 因为会把,会让这些东西会get to your mind,对吧,就,啊,有时候你说你看到了,你作为每一个,作为,但凡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话,你看到那些东西,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你的一个心情,但是对于我来说,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吧,是会一点,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处理方法,一般这些人的话,我就回他一个键盘下,然后have a good day,然后就直接删了,甚至于屏蔽,就,因为那些声音,我,I don't get it,就,我,我,我完全不,我,我说,前段时间,我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小伙伴,我说,他其实和我, 是,是完全是相反的观点,但是我能看出来,他是非常非常热心,而且,他是非常非常担心,我觉得一个小伙伴是PLTR,他的仓位太大了,对吗,我觉得另外一个小伙伴是,关心他,他说,我觉得你PLTR仓位太大,然后,怎么怎么样,他说,talking可能,也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,你要知道,他可能就是从蓬勃上把一些数据整理在一起,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,我觉得这是,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声音,而且这背后是怀着一股善意的一个声音,虽然和我吃不同的声音,我是无所谓的,我,我永远都说,我说,我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声音,虽然和我是吃不同的声音,但是我能明确 感觉到,他是,他是站在,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声音,然后是观,为别人去着想的那一个声音,而不是简简的呢,就,基本上在我看来就是键盘下,告诉你,听这个有啥用,听了,听了之后,听了之后,股价不还是跌吗,听这个东西有啥用,我就,哎呀,我就很多时候,确实有些东西会打击到你一些,但是你回过头去再去想的话,跟,说实话,可能我做了很多视频,说了很多东西,其实我本身就是,不是针对那些声音,我是针对大部分需要的那些人,那些声音,对吧,好吧,所以,呃,我说实话,我觉得, 可能,我觉得这个我们彭老师可能也是要调整一下心态,对吧,好吧,然后我想稍微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技术面,为什么看技术面,因为第一点,我想稍微做一个总结,就是对这一段走势一个做一个总结,第二点的话,我想从技术面上告诉大家,我对他的一个判断,也许他在哪个位置能够指定,起码给大家从技术面上来说,呃,有一点点,有,心里有一个底吧,好吗,啊,这是我上次的图,这个图,我基本上是没有动过,这,这是我上一次说比特币的一个技术面,我的图,我上次在这个, 这个位置,我对他的一个推测时,他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,但是接下去没有进行一个调整,我当初对他这个判断,在这个点的一个判断,其实是从,基本上就是从RSI和他的一个走势来看的,就是RSI和他的一个走势是背离的一个状态,所以我对他的一个判断,其实是一个ABC的一个状态,而这个B让其实是右高的一个状态,啊,但接下去的一个走势,其实是和我预测是相反的,他其实是接下去又继续突破了一个新高,而这个新高其实,回过头去看的话,这个新高其实他RSI继续破了一个新低,他其实更明显的是一个 这个啊,就是,是一个不是量价,是一个量,是一个啊,价格和一个动能背离的一个走势,啊,所以我现在对他稍微进行一个修改一下,就稍微对现在,现在的一个走势进行一个修改一下,ABC的话已经不在这边了,就这个位置的话,五浪是五浪是到这个位置是结束的,而这个五浪,五浪,这个五浪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,在波浪理论里面呢,叫做ending diagonal,就是一个一二三四五的这种ending diagonal一个走势,啊,现在是在非常明显的一个A浪,啊,我把这边稍微动一下,啊,就, A浪到这边,A浪到这边,然后,然后B浪,然后A浪到这边,然后B浪到这边,然后C浪到这位置,啊,C浪在这个位置,什么时候有可能结束呢,我对他的一个判断是,直接从,你直接去拿一个,啊,用一个Fibonacci的一个,啊,Retracement,就一个,用一个黄金比例的一个,一个回调,你去看的话,差不多,最低的一个点的话,这一波上来,蓝色的一个,最,这边最低一个点,差不多要在一万块钱之下,九千,啊,九千七百,九千七百到,啊,九千,差不多九千块钱左右吧,就九千块钱左右,然后,最高点的话, 是六万四,这一波回调的话,如果是,你去看,百分之六十一点八的一个回调的话,差不多是在三万块钱左右,如果你去看,零点七八六的一个回调的话,差不多都要去,差不多就要到两万亿左右了,好吗,啊,我不是说三万块钱,其实已经到过了,我不是说,他一定会到两万亿,但是,如果说,你现在还拿着的,然后,你对技术面,你说,你对基本面又不了解的,那,从技,从技术面上,我给你看的话, 你起码要有一个底,说不定,不是说跌到,如果跌到两万亿,不说跌到两万亿,他就是一个底了,也许他再跌到两万亿,你能不能承受了,所以回到我前面给大家两个建议,一是先规避现在的一个噪音,第二点的话,啊,第二,就第二点的话,你自己现在有两个选择,一个是我现在马上只剩数据,永远不要再分币圈,第二个的话,抓紧时间去给自己补一下课,好吗,啊,然后,啊,来带大家看一个图,因为我是在,啊,我在,双周,我在这周末的时候,我看到了一个,我看了一个CNBC的采访,然后,其中, 里面有一个人的话,啊,他们请了一个,然后那个人说的话,他说现在机构的一个持有现金的一个量的话,是非常非常高的,啊,我觉得还挺有意思,然后我就去蓬沫上,我找了这张图,我觉得,起码是验证了他的那句话,这边这张图里面,它是institutional money market funds,然后total,total net assets,啊,这个,这张图的话,里面白色这条线的话,衡量的是什么,衡量的是机构里面的一个,你可以看到是机构里面,现金的一个持仓,白色这条,是这边白色这条线,然后,看,主要看,先看两点,先看第一点, 第一点的话,白色这条线,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,非常大的一个增幅,这个增幅说明什么,这个增幅说明机构持有现金的一个仓位上升了,好吗,那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,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上年的一个三月份,四月份到五月份,而你可以看到这段时候的一个股市的时候,股市是在下跌的,然后他的一个现金的增幅是在上升的,这是make sense的,对吗,这从逻辑上来说的,讲的东西,因为股市在下跌的时候,很多机构选择出跑,或者选择逃跑,然后,嗯,淘宝的话,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,他只是把现金放在旁,放在边上,买的时候 是money market,对吗,然后,嗯,但你看到什么时候,他是开始下跌的呢,他开始下跌的时候,并不是股市在低点的时候,他开始下跌的时候,下,这条白色的线开始下跌,说明什么,说明这个钱又重新又回来了,又回到股市了,对吗,他重新开始下跌的时候,其实是从这条线返回去了一段时间,就从股市返回去了那一段时间之后,整个市场觉得,哦,是不是我们已经见底了,他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见底,可以这么说,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之后的话,市场上的一个资金或者机构的一个, 一个资金才是比较,特别是,这边institutional,这基本上就是一些对中基金,一些良化基金,啊,特别是对于那些基金来说的话,他们比较comfortable的时候,比较舒适的时候,然后那些基金才继续再再回来,啊,所以你可以看到,然后,然后这是第一点,然后第二点的话,你可以看到,现在这一段时间,基本上从今年的一月份,从今,从今2021年一月份开始的话,这一条书,这条白色的线,白色的线又开始抬头了,又开始抬头说明什么,说明整个资金确实是从股市里边流出来了,这也是比较好的,而且一直在上升的,基本上, 马上就要上升到今年,啊,上一年五月份的一个最高点了,就机构持有现金量的一个最高点了,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,你可以看到,基本上这段时间,虽然那只是,那只是,前破了,破了新高了,但是以,以非常弱的一个量破了新高,包括,啊,包括,啊,表普500也好,道指也好,基本上都是在缩量上涨的,这也是比较好的解释的,虽然动能,就,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动能不够,或者我们说的一个成交量不够, 很多成交量,很多一些资金,其实在这个位置,啊,因为整个市场不是非常确定了,所以,啊,整,很多资金的话,确实是,啊,我们说on the sideline,就是,确实是在,啊,现金仓位里边,啊,我个人是觉得,总的来说,还是对通胀,通胀这个问题,并不是非常确定, 或者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号不是非常确定,因为,我说实话,即使,即使我们,整个市场再怎么去争吵,再怎么去argue,啊,一部分人说,就是通胀是,短暂的,然后一部分人说,通胀可能是床齿的,一部分人可能在中间中间,对吗,不到他,最后一些数据,不到两三个月之后,很多数据下来之后的话,没人是,没,没人有这个答案的,对吗,而且包括我看了一下,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推特上,说五月中旬的一个数据的话,二书车的一个价格又涨了非常非常高了,那估计五月份的一个数据会非常非常难看, 就这个通胀的话,基本上我,我基本上就可以做这个,做这个预测了,六月份新闻出来的时候,他可以,他会告诉你,五月份的,五月份的通胀是过去二十年来的一个最高,20 years high,啊,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,这条白色的线,这条白色的这条线的话,就是,机构的一个现金仓位的话,也许会继续往上判斥,说不定过了,过了上一年五月份都是有可能的,直到什么时候市场再会重拾信心呢,就基本上,这个靴子一定要落下,即使我们现在,即使我们现在,即使, 或多或少,我说现在这个市场,即使我们从利率这个市场来说的话,已经或多或少,已经反映了通胀的一个压力在那边的话,但是这个靴子不落定的话,或者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不落定,即使你说,我说加息,加息和减少购债,这是必定要,这是一定要去的一个路,不是说加息一定整个市场就完蛋了,可以参照,可以参照2018年,美联储刚开始加两次,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,整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在运作,直到他们一直加加加, 2018年加了,直到加到2018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,整个市场才像吐血一样吐血了,所以,啊,既然,既然经济是向好的,加息是一条必然的路,所以,一定要等这个,可能一定要等这个靴子落下来之后的话,整个市场才可以,才会,因为有一个不确定性变成确定了,比如确定了之后,那整个市场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,好吗? 然后就来看一下SE的财宝,我主要挑几点出来吧,我挑几点比较,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几点,然后和我对他的一些concern,然后和大家分享,今天我Unity我就不说了,然后Unity我放到下星期,我抽一点和大家说,做是做完,就内容我是整理完,但我估计这个今天说再说Unity的话,今天这个视频要非常非常长了,好吧,啊,就先来看,先来看C,先来看C Limited,首先C的话是这点,第一点我想说一点,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好的是他这边的月火, 首先看一下这边我看的是Digital Entertainment,是他的一个大哥,就最暂停的一个大哥,就是游戏产业,游戏产业的话,他的一个月火数的一个增长的话,从基数,就从,我基本上我是看quarter over quarter的,我很少去看year over year,虽然他比的时候是比year over year,但是你比year over year的话,你知道上一年一季度的一个数据比较低,是吧,所以造成他的一个增长比较快,那你去看他那个绝对值的话,其实还是OK的,就四季度,从四季度到一季度的一个增长,和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的增长,这个绝对值的一个增长,其实还是OK的,就四季度,从四季度到 是OK的,这是一点,月火数的增长是OK的,但是啊,月支付人数的话,就quarterly paying user的话,这个速率是开始向下了,就就开始向下了,三季度,从三季度到四季度时候增长了差不多有,七百万,差不多有八百万不到一点的人嘛,然后,四季度到一季度的话,就只有增长了七百万人,所以活跃人数的一个增长OK,那是活跃支付人数,活跃支付的一个用户的话,他的增速的话是在放缓了,好吗,啊,特别还有一点就是,SE的话, 最重要的一点啊,他是他,我觉得,SE的财报里面,他最重要的,最最难的一点,就是他二季度的一个财报,因为你要知道,2020年的一个二季度的一个绝对值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,因为基本上是疫情之后的一个第一,他们是受益的一个第一个季度是2020年的二季度,对吧,所以今年的2021年的一个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的话,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,因为这个技术都已经比较高了,对吧,你可以看到,好,从他的一个quater里,从他一个,呃, 季活数,这是季活数,季活数和他的一个每个季度的一个,一个paying user的话,付费用户的话,这个技术都是比较大的,好,所以整个对他们财报来说,二季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,啊,然后看他们的e-commerce,啊,e-commerce也是一样的,对吧,你别看他这个growth orders,他就所有一个订单量的话,他确实是年,年季度增长是一有五三,但是你可以看到,你看quarter over quarter的话,季度over,季度比季度的话,实际上,他只增长了一个,0.1个billion, 啊,还是一样的道理,你看他2020,一个二季度的话,是0.6个billion,0.6个billion,然后你可以看到,到今年的一个二季度财报出来的时候,也许如果还是按照这个绝对值的一个数值去增长的话, 那shopee的一个增长的话,可能就只有100%了,好吗,这二季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,就这个增速的话,是明显的一个放缓了,包括他的gme的一个增速的话,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,你看他quarter over quarter的话,也是放缓了, 当然这中间,这中间会有一个,有一个,算是有一个seasonality的一个adjustment,因为四季度的话,必定包括了一个圣诞记载里面,所以啊,从一个seasonality的角度来说的话,会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,但是不不可否认的是,啊,他对他二季度,整个二季度财报要,不管你是看他的一个大哥,就是一个一个游戏类业务的话,或者你看他在二哥的话,e-commerce的话,二季度的财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,啊,然后财报里面最后一点,我想提的就是他们那个总共的一个亏损,一个net loss,就这个net loss的话,是一个, 一个gap counting,是包括了他的一个stop based compensation在里面,net loss的话是差不多四亿,啊,这一个季度的话是四点二二亿,这个net loss的话是比四季度要好的,四季度的话是亏损了五个亿,好吗,就是net loss是在,净亏损的话,它是在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之中,啊,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个财报会议,财报会议的话,啊,我主要想说一下,总的,总的我的感受,总的我的感受的话,其实,啊,对于C的一个财报会议,并不是我看,听过所谓其他财报会议里面,算是比较好的,因为我还是能够, 回到那个观点,就阐述自己公司,描述自己公司,本季度的一个财报时间太长,一个财报会议,一共一个,基本上所有财报会,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,但是你花,他也是一样的,你花了半个小时,25分钟到半个小时,再聊自己公司,这一季度做的有多好,没用啊,你会,你聊那么多干嘛,很多东西全部已经是在财报里面的,你更重要的,我更希望的是,他们花更多的时间,去take一些question,或者,或者去接受一些问题,接受一些采访,这是第一点, 然后第二点的话,Forest Lee,他们CEO的话,他基本上在财报里面回答,回答他们,就回答一些华尔街的一些analyst的一些问题的话,他是从来不回答的,基本上都是他们的CFO在那边回答,这点的话,其实并不是一个加分的一个项,但是人家说扣多少分呢,可能每个人心里有一个,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称,好吗,这是对他们总体的一个看法,然后,对他们总体earning score的一个财报会议的,我的看法,然后,整个财报会议里面的话, 我主要想提两点,我觉得比较重要的,然后和大家分享,第一点就是,很多人可能会关心的,他们一个freefire,就是他们游戏业务的一个寿命,然后有人问了,他说,问他们,有analyst问他们,他说,你觉得现在freefire在他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里面,处于哪一个阶段,然后他们的一个回答,C的一个回答是,他们仍然觉得现在freefire这个游戏的话,是处于一个early stage,是处于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,这一点的话,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认同啊,因为,确实你从,你从, 他们的一个季度活跃数来说的话,他们季度活跃,我前面说,我说季度活跃数的一个增长是ok的,但是他的一个季度付费人数的话,他的一个增长是明显开始放缓的,虽然我并不期待,我不可能,对吧,虽然我并不期待c limited,他们每年都以150%的一个成长速度去增长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你一旦这个技术越来越高之后,你的成长的一个速率是一定会下来的,但是,我希望他的一个绝对值能,就每个季度和季度之间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绝对值,还是能保持一个高增数增长的,起码, 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增长的话,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,那是,但是你从他们的一个付费季度活跃人数来看的话,确实那个人数是比四季度的一个增长是要放缓的,好吧,所以,但是,管理层的话,仍然认为,啊,free fire这款游戏的话,仍然是在early stage,反正这是管理层给出来的一个指引,好吧,这是第一点,然后,第二点的话,有非常,整个,整个call里面,啊,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去问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,巴西,巴西的有巴西的一个shopee的一个业务,我知道,我知道为什么很多,很,很, 就很多analyst想问这个问题,因为他们想把,啊,他们想把c,或者想把shopee的话,去和mercado library,去和,就me,去和美利这家公司去比吗,啊,但是很可惜,管理层一直没有松口,这不是一直没有,就他一直没有去break it down,就他一直没有告诉你,哪个region比较好,是东南亚比较好,还是说台湾比较好,或者说,啊,还是整个巴西比较好,他们一直给出了一个信息,他就说,啊,包括有人问他,他就说,能不能,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,啊,就巴西的一个ebeta, 一倍大地化比较差嘛,啊,然后,啊,他们反正管理层次,cf,他就说,他说,现在的话,仍然是太早了,告诉你,太太早了,把这些国家,或者把local market,全部给分分,全部给分开区域,去管他们shopee的一个增长,啊,你可以看到,后面还有人物,他说risk,他是有,在拉丁美洲的话,有,有哪些风险吗,然后他还是说,他说too early to talk about Brazil,他说,如果,而且他说,如果我们连巴西都不能谈的话,那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话,啊,我们就更没办法去和大家,去和大家来分享了,就是, 反正在管理,整个管理层的一个角度就是,我们现在无可奉告,就是,可能是一个秘密,我也不知道,我,可能,就是,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市场还没有成熟,或者整个shopee在巴西业务这一块的话,还没有站稳脚跟,所以他们不愿意去透露里面的一些数据吧,啊,我个人的角度,我说实话,对我来说,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,我,我,而且我反而觉得,啊,这是一个中性偏下的一个信号, 为什么,我是怎么去觉得,就,啊,我不去揣测管理层背后,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巴西的一个消息,就,说不定是巴西的一个数据太好,他们也许以后透露出来的话,给你一个surprise,对吧,或者说,说不定巴西的一个数据,啊,见不得人,他就不放出来,也,或者他不separally disclose,这,这背后,我不去踩测他们,我不去揣测他们的一个意图, 当然我想说,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消息呢,因为,我,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有非常多华尔街的一个analyst,他们非常关心,有很多人去针对这个问题去问,问管理层,而最后管理层没有给出一个答案,或者他们不愿意给出一个答案,这个相对来说,因为从你接收消息的一个程度来说,这不是一个好消息,对吧,因为你想,如果有大家非常好奇这一块的话,因为我们都说,啊,shopee的话,进入,啊,seed,seed limited的话,进入巴西业务,进入拉丁美洲业务,seed的话,以后也许在拉丁美洲的话,也会,也许,也许也可以 和MercadoLibre的话,起头并进,这些都是大家的一个幻想,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实际的一个数据,而且这也是非常多的analyst,包括我自己,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,seed在拉丁美洲,特别是在巴西,他们的一个业务发展的到底如何,但是现在看不到这个数据,所以从你期望和最后给出了一个答案,中间是有落差,从这一个角度你去看的话,我觉得这个消息其实相对来说是中等偏下的,好吗,然后总体来说的话,整个财报总体来说的话,是OK的,整个财报总体来说是OK的,成长的话也是OK的, 我说对于seed来说的话,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在二季度,我不知道整个市场对于二季度,对于二季度的一个预期在哪儿,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感觉,就纯粹是我自己的感觉,就我感觉seed这家公司的话,其实包括你去看他做空比例都相当于比较低的,我从我我感觉seed这家公司的话,他其实是比较受到华尔街的一个情感的,不单单是对冲基金公司,包括很多做多的一些,做多的一些,纯做多的,只做多的一些基金公司的话,都是比较喜欢seed这家公司的,就从机构的一个 喜好程度来说的话,seed的一个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,好吗,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,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,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,好吗,明天再见